如果沒有這個你在路上行走 會有非常非常大麻煩 螢光綠的必章 是搖冠軍在烏克蘭的識別章 回台灣已經半年 除了回歸自己的咖啡批發生意 平時也幫忙處理裝備等物資 支援烏克蘭 提到在戰場上的一切 他還歷歷在目 搖冠軍手上拿著的聖金 平時就放在靠近膝蓋的口袋 當作幸運小物 上面甚至還沾了同伴受傷的血跡 若要說烏克蘭戰場上 有什麼抹不去的記憶 那肯定是這件事 我們的隊友在旁邊 就這樣犧牲跟陣亡 這是讓我 最難以去忘懷的一件事情 對那個味道跟那個畫面 跟那個聲音 還有那個東西噴到你臉上那個 這是最難以忘懷的 想到並肩作戰的隊友 搖冠軍不捨 難過 全湧上心頭 同樣在烏克蘭前線作戰的 還有他 這件事情都不錯 在烏克蘭三個多月 驢子豪從後勤轉而加入兵團 期間還得先受訓一個月 從槍支保養 投擲手榴彈 到操作刺針飛彈 還有基礎醫療等訓練 烏爾戰士能僵持一年 民眾的防衛意識 讓他印象深刻 2014年烏克蘭在克里米亞遭到俄羅斯併吞後 強烈感受到威脅 隔年就動員全國 設立了國土防衛隊 除了這支業餘的後備部隊 成為開戰後的重要作戰力量 烏克蘭也對沒有參加部隊的一般公民 提供基礎軍事訓練 已被在戰爭爆發時 能迅速與主力作戰部隊合作 再加上西方國家奧援 讓俄羅斯久攻不下 同樣情況若是放在台海 台灣的民眾自我防衛意識夠不夠 面對相差懸殊的中國軍力 台灣又難撐得了多久 觀念很重要 對啊 我們共同的 不是我們要去勤略別人 都是別人要來打我們 我個人的想法 都別人來打我們 你看烏克蘭這麼小 他跟俄羅斯也是差好幾倍 他一樣可以堅持一年 很多人會去在這邊去做這個文章 或是去這邊斟酌說他們這是假的 他們如果是假 那飛機為什麼還是過來 那是因為我們沒有國土的相見 全民的防衛意識恐怕需要長時間凝聚 至少國軍已經從制度著手改善 大到發展不對稱戰力 購買相關武器裝備 小則更改兵役制度 以及訓練方式 遠遠聽到砲擊聲 就算在戰壕內也得迅速趴下 這些可能是不少人記憶中 古早的訓練方式 也可能是在戰場上 存活下來的關鍵因素 大家都一定會學到的 單兵戰鬥教練 雖然會有人會覺得說 那沒有用 什麼濁氣力 有氣力 但是相信我 你有做過這個東西 跟你有實際上認真的去思考過 這些東西 他會發明 他就一定有他的用處 只是在什麼樣的情況下 你會不會用到而已 烏爾戰場的台籍義勇軍 用血淋淋的精力 讓台灣人知道和平 絕不是靠嘴巴說 繼續用血淋江浩帆 長寶寶 長寶寶 天天天天天地 早就再次講